说到周润发夫妻生活节俭 至今没有子女 虽然身价50亿 但是买菜还有欠款 陈慧莲是新加坡富商陈守林的女儿 但是她衣着朴素 和别的女性相比非常的普通 可是周润发偏偏就是喜欢她 在写了一年的情书以后 最终打动了美人的芳心 1991年 周润发夫妻第一个女儿 在出生前意外的夭折了 从此两个人决定再也不要孩子了 生活中的陈慧莲性格开朗 没有架子 但是一旦投入到周润发经纪人这个角色 她就会变得冷血无情 不会让别人轻易占老公的便宜 周润发在拍摄电影《赌神2》的时候 因为拍摄的时间超时了 根据合同 陈慧莲向电影公司要求补偿800万港元 在那个年代 拍电影超时是经常发生的 但是陈慧莲却不管这些 直接打电话问老板向华盛 当时他的态度很明确 如果你不给钱 那我就控告你的公司 这让老板向华盛既敬佩又害怕 近几年 周润发的作品逐渐的减少了 如今他的生活很有规律 几乎每天都要去爬山 熟悉发草的人会知道他几乎每天都会逛九龙城的市场 而每一个摊位都是他多年的好友 因为出门不带现金 陈慧莲会经常欠店主的钱 拿了东西之后 他会签名记账 等到月底一次性还清 和很多夫妻一样 周润发和陈慧莲偶尔也会吵架 但是每一次当天都会和好如初 无论谁错了 周润发都会主动让步 他不想因为小事情影响夫妻的感情 几年前周润发夫妻建立了一个基金会 百年之后 他们会将全部家产捐献到这里 他们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此前周润发夫妻给每一位兄弟姐妹都买了房子 剩下的生活费需要靠他们自己去努力 发扫认为 适当的帮助才是最好的 如果将巨额财富留给家人 恐怕以后会生事端 老铁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故事 红心点亮 加关注